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又被发现有大量的鱼群暴毙 数量多到令人吃惊 经过怀某局检测研判 可能是水中低农氧 导致鱼群缺氧窒息 阴哥西的河床上一整片密密麻麻 载幅载成全都是鱼丝 眼前景象十分吓人 在烈日曝晒下暴毙的鱼群 更是飘出真正的腐臭味 目前是先把这些明显死亡的鱼群 先做一个清理的动作 避免那个细菌置身 从自强桥往下看 河床上有泄金箭底 大量的鱼全都翻了白度 躺在水面上 初步估计 现场将近有近万条的鱼 数量超惊人 大量鱼狮出现地点 就在安乐区英哥西附近 民众发现大量的鱼群翻白度死亡 担心不赶快处理就会发臭 污染环境 赶紧通报环保局清理 就是臭 但是看到那个人在弄 很感动 一位厂商带着装备 在西中来回打捞 将一袋袋的鱼丝打包堆在岸边 而造成鱼群翻度原因 也是因为连日高温 加上水位降低 造成水中的 溶氧量不足导致 目前 我们看可能是 土因之一 我还是要等他们来化验之后 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 婴儿溪在过去几年 就已经发生多起的 类似事件 环保局强调 将会持续的加强巡查 和监测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数位时代来临 金融社区大学 举办了一场科技发展 与媒体试读的讲座 吸引了民众前来参与 吸收当代的科技新知 也学习媒体试读的正确观念 参加讲座的民众 戴上头盔 手持手把 进入虚拟世界玩游戏 金融社区大学 举办了一场科技发展 与媒体试读讲座 邀请专业讲师 带领民众 深入了解元宇宙 跟AR VR等最新科技知识 同时也提醒民众 数位时代除了带来生活的各项便利之外 其实也伴随着许多诈骗问题出现 AI技术它再继续发展下去 它一定是极可乱真 所以包含可能到专家 它都很难去辨别 因为如果它做到连光影 还有那个声音的整个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资讯都放在网路上 它是有可能把我们的资料再重新去转换变成AI以后 去运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也因此呢 我会建议只要是牵扯到跟金钱有关 它就绝对会有诈骗的疑虑 随着这样的一个AI世界到来 我想对于媒体以及网路的这种试读素养 其实越来越困难 那这样的一个素养也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科技 以媒体试读中间的链接 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市民 我们社大的师生 对于自己 不管你是一个乐听人 或是你是一个传播者 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 成为一个数位公民 而且在整个网路的一个宣传过程中间 也可以成为假讯息的一个终结者 尤其是大家几乎都有手机 或是利用电脑连上社群网路 每天接收到的讯息真真假假 讲座中老师也提醒大家 遇到可疑状况 当下一定要冷静思考 做出判断 这些专业领域好像都很厉害 但你不认识 他来加你当朋友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反点回去他自己的个人档案 如果遇到是交友的这一种 你点回去他的个人档案 你会发现在他上面的社群 互动非常少 互动非常少 就有可能是他是到别人的账号 或者是刚刚开始经营这个账号 所以他没有什么内容 也没有朋友 但实际的社交的 我们的环境的整个历程 一般应该至少会有200人以上的朋友 而且这些朋友如果都在社交媒体上 他会有互动 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的个人档案是没有什么互动的情况 你就不要再去理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社大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结合这样的一个AI世界 所以不管是这种讲述息的传播 网路霸凌 媒体的人力 我们觉得说这样的课程越发重要 它不只是一个AI技术 AI科技 它更重要的是在媒体试读中间的连结 所以我觉得社大有他的一个责任 要做这一块的一个市民的一个陪伴 基隆社区大学表示 媒体试读已经是数位公民 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 未来社大也将陆续规划相关的讲座与课程 帮助民众建立要多思考 查证讯息的正确观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女中今年婚庆100年 由新任校长接棒 延续百年名校再创新纪元 国内基隆女子高级中学 陈明英校长借琳退休 将由板桥高中林三委主任 接任校长一职 与学校活动中心办理卸任 新任校长交接典礼 就用各界长官到场观理品货 现任陈明英校长自2019年上任以来 任职期间在课程发展 校园建设及学生学习等方面 皆显著进步 至于推动学生多元发展 营造优质学习的环境 自从108年81号就任以来 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我在108年就建立了 这个微软AI专科教室 同时我们也鼓励很多同学 朝着自己的兴趣兴向来做一些发展 国立大学升学率 现在已经32.2% 我们也奠定了这个宿礼班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已经跟台积电签订合约 来培养未来这个人才的一个奖学金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我们基隆影中 未来的发展能够这个更前瞻 更有活力 让同学能够在这里这个快乐的学习 新任校长林三伟博士学经历俱佳 除教育学博士外 更曾担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课程都学 推动新北高中生在地就学 及与国内各大学课程协作共好 均有卓著绩效 我想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到我们基隆女中的校长交接典礼 过去这几年 在陈明英校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女中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成绩 那我相信在林校长 她的学经历非常丰富 来到我们基隆 可以让我们基隆的小朋友 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竞争力 我们基隆女中这几年 真的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我想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 来肯定基隆女中 也谢谢基隆女中的复苏 但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秉持一个 都是我们基隆学生的精神 同样的照顾好国立跟市立的高中的所有的学生 我希望能够结合在地大留财计划 能够让基隆学子的 不管是在奖学金 或者是在整体的一个培育之下 都能够让基隆的孩子能够成长 新旧校长的交接后 基隆女中将有一个新的崭新的开始 也期待所有的基隆人一起看到 基隆女中的成长 期待基隆女中在03位校长带领下 开展新局展开新业 03位校长更许下 优质基女卓越在线的目标 期待将基隆女中打造成具有特色化 科技化国际化的高中 成为北北基高中学子幼稚首选 高明记者蔡启宏 基隆市新医区采报报道 为让退役官兵和家属 能够深入了解长照服务 基隆市志愿役退役官兵服务协会 特别结合专家与保险业者 举办公益讲座 让大家及早做好相关的准备与规划 画面上是基隆市志愿役退役官兵服务协会 举办的公益健康讲座 特别结合德育护理健康学院和保险业者 带领民众深入了解高龄社会重要的长照议题 以及如何及早做好保险等财务规划 希望帮助退役官兵和家属 能从容地因应高龄老化 拥有幸福安心的老年生活 像我们退伍之后 大概我们人生一定会面对的高龄海啸 它就会来了 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照顾人 因为我们都会有长辈 他们需要被照顾 那这个照顾是一个非常长期 而且除了金钱之外 还有精神上还有体力上的付出 所以我们必须有很好的照顾技巧 很好的心灵支持 很好的财务规划 那被照顾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想 因为我们后面的生的孩子都很少 我们如果这些压力跑到他们身上 他们怎么面对他们的未来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 先我们自己面对这些风险之前 先做好准备 那这些准备就可以减轻我们子女的负担 最主要是要讲长照的路上呢 其实大家都不孤单 因为呢 整个照顾的团体呢 包括有医生 护理师 或者是照服员 那让这些案主呢 知道说他有什么样的身体的需求 或者是心理的方面呢 我们在长照的这个团体里面呢 都会提供很多的照顾 那在这条路上呢 走起来是很辛苦的 可是呢 透过这个团体的一个 大家的协助呢 是可以安心的 保险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理财的工具 是因为只有保险 它能够在确保我们在老年 或者是我们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笔很稳定的一个基金 然后我们同时 我们可以把风险分散给保险公司 那其实看越多这样的需求 就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应该要赶快把 在年轻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保障做起来 而不要把这些风险跟负担 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讲座现场贵宾云集 参与的基隆市荣民服务处认为 长照产业链需要很多人才 未来也可以成为退伍军人 投入耕耘的产业之一 那我们退出一官兵 老实说在各式他们的就业 都有很多种方式 很多面向都可以就业 不过长照这一块 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 长期耕耘的一个方向 因为一方面是需求很大 那一方面是我们的退出一官兵 他的基础的训练 对他未来 对他的耐心 他的沟通 各方面其实都蛮有 都很适合做这方面的这种工作 但是像长期照顾这一件事情 不管我们退伍或不退伍 我们都得面对 也就是说我们志愿意 基隆市志愿意退出一官兵服务协会 这个协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帮助我们退伍军人能够 学习到好的专业技能跟社会衔接 然后在社会可以获得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社会地位 这样子我们退伍军人退伍之后 其实可以发挥在更多的价值 让这个社会更安定 高龄海啸来临 基隆市志愿意退出一官兵服务协会表示 将持续推动公益活动 帮助长辈认识长照服务 未来也将积极推动人才招募计划 期待有更多有志于长照服务的人士加入协会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副议长杨秀玉 请专业壁画达人 在服务处旁画出怀旧风格的老式戏院 以及干妈典的王美墙 让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这里拍照打卡 感受七堵的美丽和魅力 七堵大戏院重新开张咯 原来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发响 利用未在光明路68号新服务处旁边 邻居家的铁门和墙壁 请专业壁画达人画出怀旧风格的老式戏院 以及干妈典的王美墙 两幅壁画都非常抢眼 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甚至停下来和杨秀玉一起拍照留念相当有趣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这里拍照打卡 一起行销七堵的美丽和魅力 我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从我的新的服务处的这个墙面 就恋恋欺读 爱上欺读 开始起心动念 那因为我们基隆市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那有很多的公共设施也好 包括很多的老旧民宅的墙面 都非常的斑驳 非常的旧 那我一直就是很推崇市长的一个干净家园 但是干净家园不是说很简单 就是丢垃圾这么简单 你要从你的整个环境的美化开始 就是我常讲说心理学的小花理论 你先从细维处慢慢开始建立起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现在整个随着趋势的一个潮流的改变 那现在人都是很超高龄化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整个怀旧风 就是打造怀旧社区 让这个所谓的老少中青 老少中青他们有共同的一个 就是回顾跟回忆 也让年轻人有共同的一个共鸣 我相信这个会为我们这个整个城市 都带来新的一个风貌 副议长杨秀玉服务处外面 几个月前就有一幅特地请来 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 画出穿着美美女普装 介绍七堵美景美食的彩绘壁画 这次包括七堵大戏院 以及甘马店两幅彩绘壁画 则是由杨秀玉的儿子展现孝心出资 邀请同一位专业壁画家绘制而成 不论是精致度或是笔触手法 都让人不得不多看两眼 再搭配原有服务处旁边的彩绘壁画 逐步落实杨秀玉希望打造 彩绘一条街行销七堵的想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感谢观看 車輪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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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有先禮浪新人的那種感覺 車輪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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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你會擔心 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 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原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 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暖暖區有一家名為 山陰水草間的複合式餐飲店 特地和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推廣廢材再利用的環保觀念 及各項綠色餐飲 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達成共享更好的目標 把不要的大門回收裝飾後 再利用作為餐桌 桌上再擺上同樣回收後 才會用的罐子 就變成美美的餐桌裝飾品 就連椅子也是回收以前 釀酒不要的瓶罐來做成 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 桌上更有純素的香春餅 作為來這裡上課客人們的點心 這裡是山水草間的 綠色餐飲培麗工作坊 幾乎全由回收廢材搭建而成 由同樣在暖暖區的 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 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推廣廢材再利用的環保觀念和做法 以及各項綠色餐飲 我們就想要做暖暖的地方創生 還有綠色餐飲 就是想要暖暖更加綠色 然後就是除了餐飲以外 我們就是所有的費兼財啊 就想要小朋友知道更惜福 其實地球資源就慢慢在變傻 就想要看一下家裡什麼 要丟掉的東西 有沒有可以再循環再利用 變成更美好的東西 就不要太浪費地球資源 更加環保綠色 因為我們地內社區也是以蔬食推廣為主 那我們像我們做蔬食共餐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綠色培麗工作坊 能夠讓這些社區我們能夠的情感 更加連結凝聚之外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蔬食的美好 還有這些環保的觀念 可以帶給各位社區 山水草間複合式餐飲店 以及地內社區發展協會 也一起合作爭取基隆市政府產發處的 和地方創生計畫經費 辦理相關獎座邀請各裡和各社區參加 讓環保和綠色餐飲觀念擴散出去 到社會各個角落 更可以達成社區以及店家之間相互合作 例如山水草間本身設有手作教室 教導各項手工藝品及編織 地內社區發展協會除了推廣素食 同樣還有小旅行的報名行程 雙方合作客員互相導入達成共享 共好的目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知名的酸痛貼布 一條根山寨仿冒品到處都有 不僅在網路上買得到 還有不秀業者買山寨品轉賣到夜市 讓消費者難以分辨 這兩根真的跟假的 大家一定分不出來 一條根紅色包裝 上面印有金門著名的風絲爺 真許多人這裡酸那裡酸 都會使用的酸痛貼布 不過拿出兩個版本的一條根 光是用外觀看 確定是台灣原廠製造的嗎 這個真的 它有通過SGS的認證 跟ISO的認證 再來假的 它直接在大陸生產製造包裝 連這個包裝袋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大家仿的一模一樣 然後 教大家看喔 它只要打酸痛 酸痛 這個絕對假的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業者實際教你怎麼分辨 原來這幾年 山寨的一條根 購物的網站上 都有標註是贈品 讓消費者真的搞不清楚 業者表示 有一些不肖商人直接買進來 然後在各大夜市販售 這就是偽藥 假的呢 在大陸生產製造 他們用的是 純化工化學合成的 熱熔膠體來產生這個黏度 來服貼在我們皮膚上 你覺得這個不會過敏嗎 這個絕對會過敏 然後我們台灣生產的膠體 你注意看它的柔軟性 我們是用天然素質下去做的 它的親膚性非常的好 一條根在金門知名度相當高 中國市場也非常喜愛 來台灣旅遊的中國遊客 幾乎是必買商品 不過一條根在台灣製造 尤其金門產量非常稀少 因此要擁有合格證書才是贈品 成分有寫一條根 在外包裝上有標示一條根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真的 那你看密密麻麻它寫那麼多的成分 因為它要仿冒我們的藥品 它也甚至於說把成藥都打上去了 但是你看那麼多的成分 大家注意看 有沒有一條根 絕對沒有一條根 那這個一定是假的 業者說中國生產的仿冒 越來越嚴重 民眾花錢買到假貨 貼到皮膚上出現紅腫 才發現是假的 錢財損失是小 但傷害身體可就得不償失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中原普渡孝親月 救國團會長聯誼會 特地製贈百米七百斤 給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幫助中心院民和學員 基隆市救國團會長聯誼會 111到112年總召遊正義 特地和大家一起逐一搬運七百斤的百米 到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裡面 希望在中原普渡孝親月 幫助中心院民和學員們 用餐方面不予匮乏 我們今天來捐贈百米 七百斤的百米 那想藉由今天的這個百米 給我們中心一個住民 小小的一個幫助 那再來這個月 因為也是孝親節 那我在這裡也祝我們住民 大家一切平安順利 聯誼會的善行 也受到負責經營管理中心的 伊甸基金會基隆區 由衷感謝 來接種大樓當中的 我們住民 還有我們服務對象的一個關係 那在此代表中心 也代表我們伊甸基金會 在基隆市的各項的服務 來謝謝我們各位會長 為我們聯繫這樣的資源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創世基隆分院睽違三年 再度帶領院民舉辦輕旅行 特別到海科館參觀 希望讓院民外出曬太陽 有新環境的感官刺激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停辦三年 創世基隆分院 今年再度帶領院民舉辦輕旅行的活動 特別安排到海科館參觀 希望藉由輕旅行 讓院民們可以出外曬曬太陽 並且有新環境的感官刺激 那今年好不容易 在暑假這個期間我們安排了 院民的暑期夏令營活動 那在所有的工作人員 在兩個月前的籌備 那安排院民跟家屬呢 可以一起到朝靖公園的智能館去參訪 跳脫院區的環境 那增加院民之間跟家屬的連結 那也增加了我們院女植物人的感官刺激 不同的環境不同的聲音刺激 讓他們的感官刺激可以增加 那希望我們每年都可以規劃這樣的輕旅行 讓這樣的活動一直延續下去 創世機動分院指出 要帶著植物人出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包括交通人力以及照顧設備等 都要做好事前籌劃工作 才能讓整天跟床在一起的植物人 能夠有出外體驗的機會 也讓植物人家屬們非常感謝 創世機動分院的安排 記者吳俊松機動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second隊 祝您 chat 直接不理 Nue 台灣管轄最多的燈塔在哪裡呢 孤單又浪漫是什麼職業啊 碼頭工人蜜語打鳥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廣 體驗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關心市政做回來 市民主座